陆寒之前一直在韩国以南团的形式发展,回国后人气一路高涨,因为参加奔跑吧,提高了曝光度与知名度,成为国内热度比较高的小鲜肉,吸本能力也是很强的。 陆寒回国后除了唱歌,还参加了一些收视率很不错的综艺节目,以及拍摄了一些影视剧,设计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,之前一位在奔跑版里与迪律热吧组CPR圈子很多人,不过跑男好好播出完没多久,陆寒就与关小彤宣布了恋情,这段恋情并没有如期的得到所有人的祝福,很多人都为迪律热吧打抱不平。 觉得莫名的替别人背锅,被陆寒的粉丝攻击了那么久,虽说陆寒的人气很高,但是回国发展后,也一直被很多人攻击。 很多人都说陆寒性格太娘,甚至还有人管陆寒叫陆姐姐,就连陆寒的女友关小彤也被问到过这个问题,可是关小彤只用五个字就堵住了众口。 关小彤的性格一直都很大大咧咧,属于豪放行的,被问到这个问题后,关小彤只表示我喜欢几天,这几个字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,确实是这样,恋爱的对象,自己喜欢就好,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